华人生技界翘楚台湾生技整合育成中心首席顾问苏怀仁 因为淋巴癌28号在美国过世 震惊了政府与业界 享受65岁 苏怀仁在海外成就非凡 他分别担任过多个国际知名药厂的高阶主管 在华人生技圈中 是很难得具备从上游到下游完整产业经验的专家 2011年苏怀仁在政府邀请下 回台建构台湾生技整合育成中心 而之前H1N1新型流感在全球肆虐 各国采购的客流感就是苏怀仁的成名作之一 台湾科技部在昨天晚间发布新闻稿表示哀悼 形容这是生技产业领域巨星的陨落